大家好 華記8月9日晚間報導 今天想回答網民 支持我們國內同胞的醫護人員 來支持香港 幫助我們香港人檢測新型冠狀病毒 我們在聯署 本來我昨天說 有30條頻道 一起支持 但現在還未出 就要解釋一下原因 第一件事 我在8月4日收到 葉老師 Albert Yip 澳洲 發一個聯署去我們男人幫群組 我第一時間支持 然後想我們每人拍10秒的影片 來支持他 但K姐比我更快 K姐拍了 我又拍了 然後我沒有理會 但我會分享給其他KOL 然後去到昨天 很多人不斷加入 甚至今日仍然不斷加入 所以這應該是盛放空前 史無前例 最多不同的KOL 包括自媒體 和網台 和立法局議員 但現在還有人在加 所以我看到主辦 發起人 其實我不認識個人 但問題是我只認識葉老師 有個人說 因為很受歡迎 所以我會報 但在這裏 我想重新 我完全是 絲毫報 基本上是全力支持 但我在這裏盛讚一個人 就是藍雪寶 正義姐 因為 正義姐 加入之後 他是很主動和很積極 找到所有建制派的 大部分的建制派的 立法局議員 都加入了聯署的聲明 因為如果單從一個自媒體角度 我們始終在政治上 不足夠立法局議員的認受性 其實大部分的建制派的 立法局議員 加入了聯署 登上報紙和出賣頻道 這是相當有滲透性 和有認受性的 所以這裏是要力讚藍老師 因為藍老師 目前市場上 完全不是靠政治賺食 他是靠自己有一份 老師 六七萬元 然後自己有一層樓庫 他是小婦婆 他經常是貼錢出來 支持建制派 例如他又會買一些書 就主動送回不同的人 包括立法局議員 好像之前 鄭義姐自己買了一批 就主動拿一些書 去送給人 貼了錢送給人 我看到市場上 唯一一個是貼了錢 這麼上心的 就是鄭義姐 鄭義姐 他加入了之後 他很熱心 就加了很多 不同界別 包括很多立法局議員 都加入了醫療聯署 所以鄭義姐 我要給你一個讚好 我完全沒有聲音 但我會全力支持和參與 但在這方面 鄭義姐做一個 聯絡和穿針引線 是很上心 是很積極 亦都是自己沒有利益 有時可能做多了 還會被人罩刑 但他都是為事好 鄭義姐很厲害 今天有很多新聞 包括黃之鋒說 這班外國人士的醫護人員 來香港 他就說來抽取他的DNA 回大陸 這些我都省一口氣 沒有貨賣 沒什麼精神時間 跟他這些小朋友 在這裏 他這些真的是小學計 真的完全不夠 班不入樓 我們做幾十年幹 做幾十年人 這些低B 這麼低能的人 別跟他一般見識 拿你的DNA 你以為你是黃族嗎 拿你的DNA 對呀 你有免疫系統 你的DNA 你的人體有抗體 可以有新型冠狀病毒的抗體 黃之鋒都發神經 唉 真是死在一旁 真是很煩 聽到那些新聞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要說那些 另一件事 要報告給大家聽 就是今天很累 多謝大家支持 我剛才直播了五個小時 關於我們的工作 在香港來說 暫時史無前例 都沒有人做過這件事 因為我現在有很多身份 我工作的形式 不斷與時並進 和改良改善改進 我今天做一個 網上主持 銷售項目 在空前 接受廣大的市民歡迎 即是這裏小弟 受寵若驚 受寵若驚 之前我都打算 是零的突破 即是今天的TARCAT 在網上做個銷售 就是希望零的突破 誰不知 居然促成過千萬的交易 還促成這麼多單 在完全隔著的螢光網 在信任基礎 這麼強的時候 我都受寵若驚 很感謝各位正常人的支持 希望我們可以提供到 一個專業的服務 可以幫到大家 今天不說太多 真的很累 所以現在就回家睡覺 Anyway 最後都要感謝大家支持 Bye Bye 其實在這裏 以前這裏 是一個舊樓 接著發展商收回來 重建 在這裏 比較困難 因為地皮比較寬有 好像我們 其實前面這棟大廈 就是日本的大發展商三菱 而這棟豪宅 就是住有不同產 其實這裏 拿到地皮全都是大發展商 那我們介紹這棟地皮 其實它就不是說很大 現在它已經開工了 然後呢 它 蓋起來就是好像旁邊這個差不多 氣質很高 就是這樣 現在 上次來這個地皮還沒開工 現在已經 把這個地皮擺好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介紹它這棟大廈呢 有 在我身後面呢 這棟地呢 就是叫做 Osaka Sunsai Tower 接下來呢 就會在下個月就開工了 那我們呢 今天呢 介紹這棟樓呢 它是有八層工 好 現在來了3ST 那呢 今天下月 沒有開工 不知道是星期呢 今天終於拆腳架了 讓我們一起看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呀 又是我Judy呀 今天呢 我們很開心啦 因為我們第一次呢 用Youtube網上直播去賣樓 而且呢 破天方創造了奇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短短在兩至三個小時 已經在網上促成了過千萬的成交 大約已經賣出了十個單位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可能錯過了今天的直播 大家都很想看 不要緊 下一個星期日呢 即是來近這個星期日呢 我們會再做多次直播的 但是你說 哇 要等這麼久呢 不要緊 我們今個星期呢 會將精華片段呢 再上Youtube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 那如果大家都有問題 或者想知道詳細的情人呢 歡迎聯絡 我是Judy 那我的WhatsApp在這裡啦